這門科目地方制度法 它涉及的法條非常的多 從今年100年 你手上拿到最新的 這樣一個考試的一個提醒 還有它一種趨勢 在這個趨勢之下 我們要告訴你是什麼 雖然地方制度法有法的基礎 地方制度法它基本上涉及的法條 先告訴你 但是要讓你理解這個法 並不是百分之百的重點 因為這個法背後還有相關的理論 譬如我們講地方制度法涉及的法律 我們只先講法律 行政命令先不去談 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 叫做地方制度法 這個當然是我們這門科目裡面 最核心的一個議題 地方制度法 可是我要必須提醒你 為什麼先告訴你這些法律 這些法律是最後你要會的 而是不能局限於這些法律 而且你現在不需要急著 把法律條文背起來 你要先把概念釐清 然後把學理的概念理解以後 然後你才能把法律條文背起來 設計哪些法律 地方制度法 再來還有跟 中華民國中央跟地方 有很大權限關係的 你想想看我不要你背 中央跟地方 現在地方政府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待會你都會看到 可是我希望從這個角度 因為我們的地方制度法 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們涉及的法律 基本上是在規範我們中央跟地方 而且地方制製正門科目 除了學理以外 有很大的是實務性的 也就是我們地方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需要用法律加以解決 而目前中央跟地方 我們在台灣地方政府 最大問題是什麼 你們常聽到地方常常哭球嗎 什麼公務員 然後年終獎金發布出來 像兩年前某個縣市政府 因為那個年度預算不夠 年終獎金還有考級獎金不夠 那個縣長狠狠你知道怎樣子 全部一般打一等 各位知道公務員假等跟一等 假等是一個月要加發一個月薪水 一等是半個月薪水 他一直打不到錢 火大了全部沒有全部 好像一半給一等 一般是75%一等就好 25%一等 他就50%一等 為什麼 這就少掉了25% 那個半個月的錢 你會發現這樣 有些聽到有些鄉鎮公所 居然連年終獎金都發布出來 要跟中央政府借債 為什麼這樣子 表示我們地方政府很窮 我們地方政府為什麼很窮 因為我們中央跟地方的財政劃分制度 有點不太合理 所以有一個中央跟地方財政劃分制度 有一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這個 而且這是一個趨勢 因為財政收支劃分法要去修 財政收支劃分法 我們後面會講到 劃分的制度裡面 是中央的財政比較穩定 稅 我們的稅裡面 稅緣比較穩定 而且收入比較好的稅都放在中央 什麼稅比較穩定 所得稅是不是穩定的 關稅是穩定的 放在哪裡 放在中央 你知道地方有什麼稅嗎 想看一年生活 我們假設一般人 你知道中華民國是萬萬稅 我印象很深刻 四月要繳燃料稅 就是你有車子的話 有車一年要繳兩次 燃料稅跟牌照稅 四月繳燃料稅 五月繳所得稅 接下來 六月還是七月要繳牌照稅 好像三月還是還有一個地價稅 就是你有車子 你有房子 車子要繳燃料稅跟地價稅 房子要繳房屋稅跟地價稅 車子 燃料稅跟牌照稅 房子是地價稅跟房屋稅 但是你們注意這兩個稅怎樣子 你們有騎摩車應該也有 跟所得稅比起來 哪個比較痛 當然是所得稅 所以大部分的地方的稅 都比較不穩定 比較不好的 尤其很多鄉鎮市靠的是什麼 是靠娛樂稅 鄉鎮市的層級有一個娛樂稅 你知道娛樂稅在哪裡嗎 你去看電影的時候 那個電影去票上 內含娛樂稅 你去遊樂場玩的時候 它上面寫內含娛樂稅 這個鄉鎮市的 好 所以有些鄉鎮市 譬如像澎湖的七美鄉 望安鄉做了船 坐飛機到澎湖再划船去的 有沒有什麼 你不管地價稅 排照稅 或者什麼娛樂稅 那種偏遠的鄉鎮好不好 一定不好 所以分給地方 我們分給地方稅 其實叫做稅緣不夠穩定 收到稅也不多 那在這種情況下 地方就會一直哭窮 哭窮怎麼辦 中央就給他兩道機制 一個叫做地方稅法通則 那地方可以這樣子 自己去徵稅 地方稅法通則 自己去徵稅 自己去徵稅 徵稅這樣子 可以增加自己的順緣 那還有一個叫做規廢法 規廢法 規廢法 地方制度法 財政收支劃分法 地方稅法通則 規廢法 在我們考試裡面 會遇到的法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跟地方上 人民去參與 選出地方行政首長 譬如直轄市長 地方上的居民自選 地方上的議會的議員 地方人民自己選 要自己選出自己首長嗎 怎麼選 那就必須要有個法 叫做什麼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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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公職選罷法 在我們地方制度也參考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我屬於 我們地方制度的一塊 譬如今天看到的 在民意代表選舉 第十個題目 大概就是什麼 跟選舉有關的 好 跟公職人員選罷法 相關的 因為按照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 人民的參政權有什麼 選舉 罷免還有什麼 創制覆決 所以選舉罷免是什麼 是選公職人員 那就選罷法 那決定地方事務的 還有一個叫做公民投票法 公民投票法 透過創制覆決的方式 來決定人民的事務 地方上的事務 公民投票法 基本上 你看我們涉及的法律 是很多的 但是其中 當然最主要的 毫無疑問的 是我們的地方制度法 因為它是所有的準據法 可是其他的法 也會有考的一個趨勢 特別每到選舉前 公職人員選罷法 一定要特別去看一下 而且你看公職選罷法 投資報酬率很高 它除了考在地方制度 還常常考的哪一課 類課你有很多時間做選擇題 那個選擇題做的時間 比一般長 因為它有跟一課一起考 類課通常大家不會用選的 法學常識跟什麼一起考 英文嘛 在考試科目有一個 那一般考生啊 我們有大部分的考生 對英文都是這樣子 器械投降 不太能夠刪除法 所以大部分都從B開始一起選 所以就有很長的時間 來做做法學常識 但是那裡面也常常考公職學法法 然後憲法學也常考 這是你要可以注意的 好 先讓你知道涉及的法律 但是涉及的法律 你大概有這個印象就好了 我們後面都會談到 好在這樣一個趨勢之下 那為什麼有這些法律出來 這法都有了 可是我就要告訴你 從我們地方制度觀點來講 基本上地方制度有它的理論基礎 但是地方制度很重要的 又是跟地方的關係 所以地方制度這門課 有很多的是實務性的法律 什麼叫實務性法律 就是因為有需求去制定法律 所以呢 這個算是今天一開始一個開場白了 簡單來講就是告訴你 考慶分析跟涉及的法律 在這個開場白的基礎上 我們要讓各位理解 在我們地方制度正門科目裡 接下來要讓你知道 準備的一個方向跟趨勢 準備的方向跟趨勢 不知道其他科目 你們大家雖然班上人比較少 不知道大家是其他科目有沒有上過 還是第一次上次國家考試的這種科目 在我們課本 補充講義的第七頁 第七頁 有一個命題大綱 要讓你理解的 國家考試 你手重的 特別重視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考選不公布的命題大綱 命題大綱 是在國家考試極其重要 而且非常必須以這個為基礎去準備的 第七頁有命題大綱 那個命題大綱 是你所有準備考試 必須先去掌握的 提醒你不管任何科目都有命題大綱 看命題大綱 知道考試的方向 以及考試的內容 基本上國家考試現在 應該都不會脫離命題大綱 命題大綱 代表一個 我們國家考試很重要的進步 因為如果你注意到早期的時候 國家考試有獨門暗器體 什麼叫獨門暗器體 如果早期沒有命題大綱 早期考律師時候 會有一年全部都是台大考到 有一年百分之八十都是正大考到 有一年是百分之八十都是 那個台北大學考到 反正就三年輪流轉 所以一般考律師的話 平均三年考到是有原因的 這一年假設八十年台大錄取的 就台大畢業生考到百分之八十 然後第二年可能都是正大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以前出題老師影響很大 出題老師有時候會出一些什麼 學校的期中考期末考 或是只有他講過的見解 那是誰畢業的 今年台大出題 台大的考上律師就特別多 今年政大出題 政大就出的特別多 今年台北大學中心大學出題 他就出的特別多 因為以前台北主要的法律學 三個學校 所以今天考律師平均三年會考上 我是開玩笑的 可是某種程度 當然也表示這個意涵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考試 是比較不公平 為什麼 你會變成特殊學校 或特殊老師的一個獨門的見解 那這時候呢 考選部從民國九十六年開始 就讓考試公平化的概念下 提出了所謂面題大綱觀點 這面題大綱公佈在網路上 讓所有的考生都能看到 知道考試的方向 同時也作為出題老師依據 如果老師出的 因為我們的國家考試題目 是很嚴格的 出完題目 出題老師完 還要經過審題委員的審題 審題委員一看 這個看都沒有看過的題目 然後認為有問題 可是以前沒有命題大綱 你要尊重老師們的學術的專業 但是現在我命題大綱就跟你講 這個我在命題大綱好像找不到耶 是不是你要考慮重出 各位聽懂意思喔 有一個預見性的 所以命題大綱非常重要 可是你看我們命題大綱 先看普考的 它有專業知識跟核心能力 第一大段 對不對 專業知識第七頁 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專業知識跟核心能力 了解地方政府跟政治的 基本概念跟理論 了解府際關係跟跨域管理的 相關一題 有沒有知道 府際關係是不是一定要了解的 今年普考第二題 是不是考了府際關係 我就說你考這題目 絕對都在命題大家找到 再來地方制度組織跟功能 地方政府的管理跟治理 地方政治的與公民參與 所以通常在命題大綱的第一大段 基本概念理論 通常就是做為什麼 普考出題很重要的依據 包含你看 命題大綱第一大段 基本概念跟理論 第一個地方自治的意涵 第一個地方自治的意涵 地方政府的意涵 第三個地方自治的理論 譬如我們剛看到有沒有一個承認說 有四說有沒有印象 地方自治的理論 剛剛在選擇題第15題的 承認說人民主權說 制度保障說固有權說 這個就偏向什麼 地方自治的理論 地方的民主跟治理 地方的民主是什麼 選舉罷免 所以包含選舉制度 地方民代表是採取哪一種選舉制度 等等的 再來自治監督 第二大段叫什麼 輔計關係跟跨域治理 所以如果在生論題 他可能考掛號2的 輔計關係的模型跟理論 可是選擇題 是不是要先確定 什麼叫輔計關係 看到了齁 如果齁 你再往後翻過來看第三個 包含地方自治的組織跟功能 再來第四個地方政府的管理跟治理 第五個地方自治跟自治的部分 像第四個社區總體營造 這個社區總體營造是什麼 就在譬如第七個選擇題 第七題的社區發展學會跟它有關 所以看同意是 我們今天 因為剛剛只有帶大家看幾個選擇題 可是你回去如果有機會去看的話 基本上國家考試的題目 原則上 而且是大部分必須要求在什麼 以命題大綱為基礎 因為現在有命題大綱給了你 給了考生 給了出題老師 樂卷老師等等 那基本上 大家就會用命題大綱去檢視你的題目 有沒有離開這個範圍 雖然最後他命題大綱會有講說 可以列中和性的命題 但是呢 基本上你還是要命題大綱為範圍 就是要命題大綱為基礎吧 可以聽懂意思嗎 可是你從命題大綱就可以發現 我一定要讓各位理解 你會發現 命題大綱裡面不中法條 他們特別重視法條 沒有喔 你們看不到地方制度法三個幾個字 他沒有特別要求你去被法條 他要求你什麼 相關理論跟概念 特別像專業知識核心 你就是了解 什麼叫地方的基本概念跟理論等等 所以第一件事情 在這個部分 從命題大綱第一件事情 你要掌握 基本上法條是很重要的 但他不是最後以及絕對的 法條最後你會背得起來 但是你要怎麼背起來 你把所有的概念跟理論掌握了 你就能背起來了 聽懂這意思 因為很多人準備的時候 以為只要 我們把地方制度法相關法背起來 這門課就OK了 不一定 因為命題大綱可以看得出來 好 這地方有沒有問題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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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